浓缩的语言 经典的表达 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精致 最璀璨的瑰宝 短短几个字 就是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一种情感 一番人生感悟 想领略一下 成语世界的精彩吗 那就跟着漫漫老师 一起进入 漫谈成语的世界吧 大家好 我是漫漫老师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要和大家谈的成语是 万象更新 每逢新年 我们常常都会看到 和听到 一元复始 万象更新 这样的新年贺词 而且一元复始 和万象更新 总是会在一起用 这是为什么呢 一元复始 这个成语 我们已经讲过了 今天 就先来说说 万象更新 再来看看 这两个成语 为什么总是 形影不离 通常 万象更新 这个成语 被认为是出自 曹雪芹所著的 红楼梦的 林黛玉重建 桃花社 史湘云 藕田 柳旭慈 这一章回中 在这一章回中 写了 贾府接连 事出不断 西班的柳香莲 和贾宝玉 非常要好 却顿记空门 游三姐也横刀自吻 游二姐又被 凤姐给逼死了 凤姐自己也病了 这一桩桩 嫌愁胡恨 让贾宝玉 情色若吃 常胡言乱语 贾府中一应家务 就全部交由 李丸和探春 代替凤姐在料理 加上过年过节的 杂事很多 直到了仲春时节 两人也没有闲暇功夫 来顾及秋天成立的 海棠诗舍 这天 史湘芸打发丫鬟 翠璃来请贾宝玉 去瞧好诗 宝玉来到诗舍 见黛玉宝钗 湘芸宝琴 探春都在那里 手里正拿着一篇诗 在看呢 姑娘们见宝玉来了 都笑着说 社会子还不起来 咱们的诗舍散了一年 也没有一个人做心做心 如今正是初春时节 万物更新 正该鼓舞另立起来才好 于是呢 在湘芸的建议下 大家就把秋天建立的海棠舍 改作了桃花舍 待遇为舍主 因此呢 万象更新就被认为是原初 红楼梦了 新年新气象 对于贾府大观园里的 金陵十二差来讲 诗舍重新开张 旧的海棠舍更名为桃花舍 正应了万象更新中的一个景象了 不过万象更新这个成语 也有一说是原初万象星 点出似乎更早 在晚唐大臣著名诗人薛能的 《心学八韵》这首诗中 就出现了万象新一诗 大学满初晨 开门万象星 龙中积位起 萧索我和平 要若花前净 清如雾外身 细飞搬护油 干洒乱松云 正色宁高岭 随流注药经 顶消微世子 车年半和尘 茶星刘诗客 瓜情享树人 中篇本无字 水别圣阳春 意思就是说 清晨一场大雪下的漫天改地 打开门就看到 大自然中的一切景物 都变得焕然一新了 可见 《心学八韵》中的万象星的出处 要远远早于曹雪芯的红楼梦 由天台山父 是东晋大臣 文学家 书法家 悬眼石派代表人物 孙辍写的一篇 深思飞扬的父 此幅通过对天台山 千字百态的景色描写 贯穿了孙辍 对佛道修行的向往 把佛道两家参物宇宙大道的 智礼 融入其中 勾勒出一幅 仙山奇景 色彩名利的花卷 全富词句便利 构思功巧 跌宕起伏 一奇与星 景物摸写 琴彩飞动 有摇笔散珠 动墨横景之妙 孙辍在最后一段写道 此与乐以终日 逐迹墨于不言 魂万象以明观 匹同体于自然 意思就是说 乐于终日挥洒笔墨 参禅入境 漠然不语 定中观察宇宙万千景象 与大自然浑然融为一体 这里孙辍就用了万象 来描写宇宙的景象 在宋朝保佑元年 西元一二五三年 刊印的佛教禅宗史书 五等会员的卷十九中 白云首端禅师 也用了万象一词 词宴开始 乾坤大地 日月星辰 森罗万象 使在面前 不见有好理之相 意思就是说 当天幕开了的时候 天上地下 日月星辰 宇宙万物 都会展现在眼前 洞察求好 无所不见 因此 这种说法就认为 万象更新 就是从万象星 演变而来的了 其实万象更新 这个成语的出处 到底是出自何时 并不是太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个成语 其实是与天象的变化 以及所带来的 朝代更替有关的 在一细词中 这个象字的意思是 在天成象 著书解释为 为玄象 日月星辰念 在《理月记著》中的解释是 象光耀也 也就是说 象是日月星辰的规律 是一幅幅宇宙天体变化的图像 万象指的就是 所有的宇宙景象 中国的上古时代 是一个同神明之德的时代 古人都知道 宇宙中的万事万物 与地上的万物是对应的 观察了解宇宙天体的变化规律 就可以洞彻人间万物的变化规律 因此宇宙的万象 对应到人间 就是世间的万象了 在过去的宇宙中 成诛坏灭是宇宙的规律 对应到人间 就有人的生老病死 万物的生发荣枯 从生到死 从死到再生 悠悠万事 循环往复 这样的更新换代 涵盖了天地万物 也就是万象 宇宙的循环如此 人身体的形成代谢如此 朝代的更替 也是如此 朝代的更替 意味着新的朝代 对应的天体更替了 也意味着人间的万象更新了 《礼集大传》记载说 该朝换代后 圣人一旦坐上天子宝座 开始支离天下了 支离就一定要从人道开始着手 统一度两行 支离坐月 修改立法 改变崇尚的颜色 改变灰号 改变器械 改变服装 这些事情 都是可以随着朝代的更迭 而让百姓也跟着改变的 但是也有不能随着朝代的更迭 而随意改变的 那就是同族相亲 尊祖敬宗 幼儿敬长 男女有别 这些可不能因为朝代改变了 也跟着变 修改立法也叫修改正硕 唐朝经学家 孔子第三十二代孙宏以达 在《礼记正义》中 著书解释说 修改正硕 就是修改正月的第一天 正者岁之时也 朔者月之时也 一年的第一个月 称作正月 一年的第一日 称作朔日 新地登基 根据迎筹子月 建立新的年号 周朝商朝修改后的正月 分别为子月和丑月 这就是修改正 修改后的月初 分别为夜半和七明时分 这就是修改说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 夏朝的立法夏小正呢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立法 此后 商周秦三朝相继更替都修改了正硕 计算立法呀 就是根据天体的运行 来确定人间的时间 是必须具备相当的天文知识 才能观测天象的 因此呢 在上古时期啊 立法和寿时 就是与上天沟通的重要方式 而正硕呢 就是立法定年定月的基础 在古代 帝王一姓授命 必改正硕 以示君权神授 皇室道统 因为新的立法通常都是由 擎天剑计算颁定 由皇帝颁布的 也就称之为皇历了 有一种说法认为呀 皇历即皇历 相传为宣元皇帝所创 但是呢 这种说法呀 似乎没有史记作证 实际上 皇历原来就叫皇历 是古代帝王遵循天道 而治理天下的行为准则 辛亥革命以后 推翻了帝制 就把皇历取谐音 改写成了皇历了 但皇历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农历 农历或者台湾通用的农民历 是一种阴阳合历 并不是纯阴历 取月香的变化周期为月的长度 加入干脂力24节气的成分 在参考太阳回归年为年的长度 通过摄制润月 来使平均历年与回归年相适应 今天我们所惯用的农历新年的说法 其实是完全改变了 皇历新年所蕴含的天地大道的内涵的 也就是变异了天道在人间的对应 因此正统的新年的说法 应该是皇历新年 皇历正月就是一年之始 也叫皇历新年 新的一年开始了 新一轮的循环也就开始了 所以一元复始和万象更新 就总是形影不离了 所以后来人们就常常用万象更新 这个成语来形容 新年一始 天地万物 乃至人世中的一切景物 都呈现出 焕然一新的新景象了 这就是万象更新 这个成语的内涵和典故了 好了 今天的漫谈成语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关注订阅我们的节目 并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帮助我们传播传统文化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